新的教練他一個他是外國人 他看不懂你直接中文在寫什麼 二來就是他憑自己的感覺去決定 他現在要不要信任哪些拳去打球 這是我認為現在米蘭跟冠人有比較大一點的不同 他有比較高的自由度 他可以不用去看這些網路的聲音 那他也有比較多選擇性 他可以比較pure的回歸正常的戰術操作 跟一些球員的使用 他也可以比較自由的去鼓勵這些球員 其實在當下的時候 就是也是害怕極了 哈哈哈哈 今天是GN真心話 因為畢竟球隊表現不好 我們在開季的前四場比賽 我們平均每場都輸給客隊20分左右的分數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確實打不好 所以球迷會罵 我其實覺得這是職業 我覺得比較總回來說 這是職業運動的一環 我們必須要去接受或是容納 就是球迷會有像這樣比較直接的聲音的表現 歡迎收看TALK一杯 我是主持人鄭偉柏 我是Yuri 今天來賓呢就是前T1聯盟秘書長現任新竹玉鼎工程師總經理張樹仁 樹仁哥遇上我們 BLAST LEAGUE聯盟執行長 鄭偉柏 偉柏哥兩位的交談會竄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來我們歡迎樹仁 嗨大家好 很帥對不對 你帶本人好帥喔 先乾杯一下 今天要帶來的特條呢叫做工程掠地 那今天的基底呢我加了可可皮 紅茶以及花果茶 讓它的風味層次更加的飽滿 再加了一點點的檸檬汁 跟鳳梨汁 讓它帶有熱帶水果的香氣 上面的裝束會擠上紫甘藍的花生牛奶 造成的泡沫 準備特條會有紫甘藍和花生牛奶的乳香 再來是可可茶以及花果茶的香氣 今天呢專屬樹仁總經理的這個特條叫做 工程掠地 這跟工程師真的是完全相互呼應 今天呢我們邀請到樹仁 來到我們的這個節目當中 其實也會把很真實的一面 讓大家知道總經理到底在忙什麼 對啊在球隊上我們都知道教練的角色呢 就是指導球員如何在場上 表現就是戰略布局 那球隊總經理的工作到底是什麼呢 我覺得總經理他基本上就兩個面向嘛 一個就是你是球隊的操盤者 所以你要去組合你要去請到教練 請到球員組出一個可以贏球的球隊 因為球隊的最大目標是贏球 那球團另外一個使命就是要賺錢 對 對所以就是這兩個當然它是相輔相成的 所以贏球賺錢就是總經理該做的事情 一個一個來跟大家分享 你先講的就是從球員跟教練來講 要怎麼去組合 這跟打電動玩具已經完全不一樣 一切都是真實的戰場 完全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的籃球環境 大家也知道是就是球員是很搶手的 然後台灣的教練其實也是很搶手的 所以其實當總經理你要面對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希望你的球隊是一個什麼樣風格的球隊 你希望他是快速的 你希望他是防守很堅強的 你希望他是三分球很準的 那當你決定了這風格之後 你就會去找跟你理念一樣的總教練 那當這種教練確定之後 你的球員當然也會就是去參考總教練他的布局 他希望有什麼角色的球員出現 所以這個順序來說 可能就是大概是這樣 去組成你的這整個球團的部分 那當然教練出現之後 你還要有助理教練 還要有防護團隊 體能教練 數據分析師 現在籃球的分工也越來越細 然後大家要看很多的數據去輔佐 因為我其實覺得 現在籃球已經不再是那種 老教練這樣的時候 我有水晶球看著你說 我覺得你可以打 你未來可以紅 現在已經很多是數據輔佐 球員的運動表現又用這些數據去分析 所以我覺得 大概現在組成籃球隊的團隊 大概就是大概這個概念這樣子 所以我要直接問你 你覺得現在的球團的總經理 需要具備哪一些學經歷或者是特長 還有人格特質 因為現在球團的GM總經理 就是大概兩派 一派就是以前打過球的 所以他對籃球的了解 絕對比我們這種普通人 沒有打過球的人多 他對於整個球隊的運作 以前他在當球員的時候 教練怎麼講 他對籃球的理解度是高的 那另外一派可能就是像我這種 就是比如說是學術派的 我們從小是看NBA 看很多人都籃球 每天假日都抱著那個雜誌在看 就巴不得多了解 多了解籃球一點 那我們可能就是比較學術派 然後我們可能也會比較重視 行銷操作 我們可能比較希望 商品賣的好 或是宣傳做的好 球迷竟然很多 所以大概我覺得 就是大概這兩派的二階 因為我覺得這個我們對比像NBA跟MLB 或者是日職啊 國外他經歷了一個非常長的一個歷程 所以怎麼樣從一個運動變成真的是商業化 他們走過了 台灣還在一個正常發展的路上 你的加入我覺得會幫助了這個 就是職業運動賽賽場上面的 這個商業的價值跟榮豪 對因為其實我在國外念書的時候 我並沒有覺得說我念的書 好像就讓我懂比較多 怎麼去經營 大家多半都還是要自己 就親自去看 所以我當時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住在美國東岸嘛 然後我就自己開車 往北到多倫多 往南到邁阿密 就是到處去看各個球隊 他們怎麼經營自己的球場啊 他們的行銷活動怎麼做 那其實如果 我們討論一點點比較深的 比如說NBA MLB 他們過去在整個聯盟轉虧為贏的時候 他們就是靠第一波 是跟有線電視的談判 他們把轉播權力已經提得非常高 然後讓整個球隊 他是可以 聯盟的運作是可以應付的過來的 然後再來是他們統合了 很多聯盟內的收入的整合 比如說商品的收入 他們是30支球隊帶在一起分潤 所以讓不會有一個球隊毒強 賺到很多錢 他就可以不斷地牽很多厲害的球員 聯盟戰力就會失衡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 現在的籃球 甚至棒球環境 我們可以去接近 國外的聯盟 他們過去怎麼做的 那如果回到現在這個當下 可能也不是有線電視轉播 可以去解決現在的轉播權收入 這個我有好多的心酸血淚 可以跟你分享 所以可能已經變成新時代的 可能變成直播 所以你看現在NBA 在去年做明星賽的時候 在現場去參加直播的單位 已經不是 好像我們聽過的這些 知名的有線電視轉播的頻道 反而是很多QQ 或大陸有一些 那種直播式的直播主 他們就直接去到NBA的主場 去做明星賽直播 表示說其實流量現在在他們手上 所以可能就是未來說 整個聯盟的運作方式 也要跟著現在的時代 潮流去做一些轉變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的 職業運動賽事的轉播 有線電視到目前為止 電視台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的輸出 可是在這個商業鏈上面 未來如何傾向到OTT 然後從OTT跟互聯網 跟年金世代這邊 獲取了更大的收益 才能夠回來幫助聯盟跟球隊 這是一個大哉問 我覺得這是完全在論壇等級 我們可以以後再好好討論的 我來問一個比較簡單的 你剛剛聊到了就是 總經理他的想像 跟可以把這個球隊 打到從一個風格好了 你心中對於工程師 你的這個張書倫GM的 工程師風格會是什麼 我希望的工程師就是 因為其實應該說 我在最近才加入工程師 所以工程師在我來之前 他就已經很有自己的個性 跟自己的特色了 所以我只是在球隊的 打球的戰術策略上面 或是風格上 我希望再加添一些些 我個人的期待 就是防守 我希望 因為任何一個球隊要強大的話 就是進攻可能就是有高低起伏 但是我覺得防守是比較不會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球員是 更加強悍一點的 可能我們在天資上 不見得是說 所有球隊裡面就是 最高天資的球員 可是我希望大家在態度上 或是在防守的 那個積極度上面是高的 這就是唯一一個我覺得 因為既然我們的騎翔會是獅子嘛 我就希望我們會是一個會咬人的獅子 不是太溫馴的獅子 要aggressive一點 對 但其實就是說 像過去的總教練是灌輪 那今年接下來換了這個 就是塞爾維亞奇的 這個新的外教 他產生什麼新的戰術跟打法的變化 其實我覺得 每個教練都有自己的戰術的中心思想 但是因為其實今年灌輪 他在還是總教練的時候 米蘭教練他就已經是防守教練 所以其實對於整個體系訓練上面 沒有太大的轉變 只是說 在米蘭他成為總教練之後 他的一些進攻體系 就變得比較更歐洲一點點 就是他會比較依照他的喜好去 我們有一些 Saison 5 或 Season 3 的一些進攻的體系這樣子 但是其實 其實我覺得比較多的是 他對球員有更多的信任程度 老實講啊 就是我們現在活在網路的世代 所以蠻多球員他們活在一個非常高度壓力的情況下 我就不講說哪些球員的名字 可是當這些球員他一旦出賽的時候 所有的觀眾或留言板上面 PTT上面 IG上面 大家都不斷在罵的時候 你是總教練你敢不敢繼續用他 我會幫冠倫講一句話就是說 總教練他也背負了一些輿論壓力 所以可能在原來總教練 他已經有一些自己的包袱的情況下 新的教練 他一個他是外國人 他看不懂你這些中文在寫什麼 二來就是他憑自己的感覺去決定 他現在要不要信任哪些球員去打球 這是我認為現在米蘭跟冠倫 有比較大一點的不同 他有比較高的自由度 他可以不用去看這些網路的聲音 那他也有比較多選擇性 他可以比較pure的回歸 正常的這個戰術操作啊 跟一些球員的使用 他也可以比較自由的去鼓勵這些球員 因為他看不到那些罵的聲音嘛 對他就覺得我覺得你好 我就告訴你做得很好這樣子 對 因為球隊我們知道說就是想要有歐洲籃球的風格 我一直很想要知道什麼叫做歐洲的籃球風格啊 其實 呃 應該說這個概念不是不是從我來的 就是我在前前一份工作的時候是 就是當時就是中信的董事長 就是郭忠祥先生 他提給球隊的建議 因為我當時在中信的第一個球季結束後 那時候我還沒有離開去T1接秘書長的時候 那時候老闆就有跟我們討論說 我們在下一個球期要怎麼讓球隊可以更快的進步 那他就提出了這個歐洲籃球的概念 其實歐洲籃球就等於是團隊籃球的意思 就是因為其實現在籃球他比較偏向 呃 場上的五個人他不再有那麼明顯的高低 高矮的或是位置的區別 大家其實對於團隊籃球的情況下 那大家都要了解 這個人都要了解另外四個人 我在場上的位置 跟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大家這團隊運作上面就會更加順暢 我有一個故事就是 我當時在中信的第一年要接第二年的時候 我是找完了第二年的一些洋將教練 我才離開我去到T1聯盟 那當時我找了那個歐洲教練 也是塞爾維亞吉的教練 然後我在跟他聊天說 就是推廣像歐洲籃球團隊籃球的話 大家就是你對於現在台灣籃球員的看法是什麼 那他告訴我說 其實他很驚訝的是台灣籃球員 他們本土球員 他們對於戰術的熟悉程度 可能還不夠熟悉 他說很多歐洲 因為他們是從職業俱樂部去養成 所以他們可能14歲的時候 14 15歲就已經把所有體系 該怎麼會的戰術全部都已經毀了 那不同的教練要什麼戰術 他們基本上都能夠應對出來 所以台灣籃球員就這方面比較少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在國際 回到國際籃球上面 可以看到歐洲籃球可以打贏美國 這種個人能力很強的籃球球風的話 我個人認為台灣我們籃球的未來 也就是走這種風格 我們要走一個更團隊的體系 才有可能去在亞洲的名次 再往前推升 我覺得那就是聰明籃球 你可能要更智慧跟更用頭腦打球 可是這樣子的差異 我們的本土球員要怎麼去適應呢 其實就是加倍的練習 然後其實也會有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球員到了某一個年紀 就會突然開竅 然後就是會知道我該怎麼打球 當他把自己的本分做到一個程度之後 他就會開始理解 那原來我可以 我可以有能力去理解我的隊友在幹嘛 那我可以怎麼做去幫我的隊友更好 不斷的練 不斷的練 練到那個跑位戰術要直接反射 這是學華時間 沒錯 就是反射動作 對 就是對整個局面要很透徹 對呀 喔 我覺得我今天好像 更理解籃球一點點了耶 那除了這個球風的這個 就是可能會轉變之外 我也想要問的就是 總經理 你把整個球團包含的行銷 包含的管理 也做出哪些改變 還是一樣就是我覺得工程師 在我來之前 那行銷就已經非常強 就是大家對我們工程師的行銷團隊 有一個 稱譽叫做行銷之鬼 就是其實團隊裡面有很多人 他們本來就有很強的 就是自主能力 其實這部分就不太需要我再想太多 但是我覺得會在球隊的收入上面 會重新去做一些思考 比如說我們在今年 我們在前三年是街口支付 他去冠名贊助我們 那我們在這一季 還沒有找到玉鼎 這個冠名贊助商之前 其實那時候我就想過 我們是不是可以跟 募資平台去合作一個 群募對不對 就是其實如果新竹球迷的base 就是夠強悍的話 我們其實讓新竹市新竹憲民 就是大家一起來就是冠名贊助我們球隊 其實就叫新竹人工程師 其實沒有不可以 就是我更有興趣的是 去找出更多的商業模式 讓就是職業運動 他是真的可以獲利 然後我們才能會讓 所有來做職業運動的工作者 他們的薪水 是讓他們覺得是可以養家活口 這個是我覺得 我在這個球隊我希望做到的改變 那當然球隊的戰力改變 就是現在有新的教練 我們也會很努力的 再去找其他新的戰力進來 包含洋將啊本土 希望我們的名次 可以再往前推進 那我想要問 就是身為總經理嘛 挑選球員就是你的職責 那你會是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去挑選球員 我身邊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看起來是一個很溫和的人 可是其實我好勝心超級強 就是我每次輸球之後 我都會就是覺得 輸球跟失戀感覺很類似 就是很難過 我真的難過會難過很久 很心酸 所以我在挑球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件事 就是希望看到他有一個好勝心很強 對就是我希望他對於勝負 是非常在意的 就像我在球場的時候 我還是會看到 就算有些球隊他們主場輸球了 年輕球員會留下來繼續練球 就是不管現在場上還有其他球迷 他就是留下來繼續練球 這種球我就會非常欣賞 對我希望大家對於勝負是在意的這樣子 我也很常去工程師 工程師的這個球迷的這個 情緒反應是極度的直接 你知道嗎 我可能坐在前面 後面的那個情緒反應 就跟我們直接上PTT 是一樣的那種即逝感 Oh my God 單刀直入 這樣子怎麼挺得住啊 而且你看他文文儒雅 然後你要面對的是 這一種票漢的球迷 你怎麼樣讓自己調適 跟去對接這些事 其實我思考過這個問題 其實在當下的時候 就是也是害怕極了 哈哈哈哈 今天是GM真心話 因為畢竟球隊表現不好嘛 我們在開季的前四場比賽 我們平均每場都輸給客隊20分左右的分數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確實打不好 所以球迷會罵 我其實覺得這是職業 我覺得比較總和來說 這是職業運動的一環 我們必須要去接受或是容納 就是球迷會有像這樣 比較直接的聲音的表現 但是我會覺得說 在現在這個階段 台灣的各個職業運動 都還在增長球迷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去教育球迷 因為你知道在NBA發生過一個案例 就是 戰鬥你要馬次隊的總教練 是Grey Popovich 那他其實也是籃球失誤總裁 所以他在他們球隊 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那當時有一個馬次的球員 出去之後回來 客場就回到馬次隊打球 大家還是不斷地噓他 然後 Popovich 他就站到DJ台去 拿起麥克風說 We're better than this 我們是更好的人 我們不應該這樣去噓客隊的球員 但是這件事情 就是當然我們每個人看到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 哇 這個真的是 很棒的一個典範 可是在台灣 暫時還不可能發生 像這樣的情形 所以我只能說 我覺得這是職業運動的一環 那我會想到的是 我們確實有沒有做好的地方 可能球隊訓練上 我們有一些方針 可以去做調整 或是我們球員可以打得更努力 或是教練也可以再更更 其實灌輪一直都是很努力的教練 必須這樣講 所以我認為我們就是 必須要虛心的接受 對 但是我覺得樹仁哥很厲害的 就是他看了那麼多 他害怕急流 但是他們還是很充分 就是我記得他們的客廠也會有很多球迷會自己組織成一個很龐大的群體 然後去幫忙加油 然後球隊還會就是送他們什麼應援期啊 或是加油棒之類的 我們的客廠應援團 大概就是在我們球隊最低迷的時候 有球迷主動出來號召說 我們大家就是 球隊既然狀況不好 我們就更應該要去客廠幫球隊加油 對 很團結 所以大概從十幾二十個人 然後慢慢有時候多的時候就是五十個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很奇特的是我們球隊的贊助商居然願意花錢贊助客廠應援團 其實我覺得這是 我們在很低迷的段時間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感恩的 因為當就是整個環境就是都是對你而來的時候 居然有一個小小的聲音在那個角落就是還是會去幫工人士加油 這個應該不是說我們重粉 應該是我們很謝謝我們有這麼多很慈重的球迷 我覺得球迷的支持真的是就是球團跟球員努力最大的原動力 但球迷的指教也是因為愛之聲則之切 這些壓力會就是你會自己找到一個宣洩的出口 但是我覺得你們也很棒的地方是 你們也幫球迷找到了一個宣洩的出口 聽說你們去年舉辦了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去年剛好也是P0最後一名 然後我們球季結束的時候就重粉了 我們想要聽球迷的聲音 所以辦了一個應該是五十個人還是一百個人的活動吧 就是開放球迷進場 然後跟GM坐下來面對面 所以球迷就把這一季所有的不爽 就是在那時候全部宣洩出來 就是你怎麼找洋將啊 什麼怎麼球隊練成將啊 什麼戰績怎麼那麼差 就是琵琶就是狂罵 太勇敢了 我問了就是當時有在現場的同事 他是說那個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夠承受的 所以也給前局院一個非常大的掌聲 就是這個很像是我們球隊的傳統 就是我們會願意去聽球迷的聲音這樣 像我們今年的季前的開季活動 也是辦在我們的一個公園籃球場 就是跟球迷很近距離接觸 所以其實當時當然來鼓勵我們的一定是很多數的 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想要建議的 也會當就走過來說 我真的想給你一個建議 什麼什麼洋將很不錯 你應該要簽一下 什麼之類 然後我們都虛心接受這樣 因為我非常認同 以及我自己本身也都是這樣做 就是我告訴你 生命有限不要浪費 就是你直接的去面對這一切 你也不用拐彎抹角 然後直球對決跟 不好的就是改 那好的我們也開心的接受 我覺得這是最簡單的 不要浪費我們的生命跟生活 其實我以前在做 我以前前身有個工作是體育台的記者 那時候我在做電視的專題的時候 我的專題就是訪問Richard 就是張大哥 我的會長 對那時候我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我的記者的專題 我設定是運動員退休之後 他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他們把他們的運動員精神 apply到他們下一份工作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把那個工作經營得更好 那在我那個年代的時候 去研究的時候 比如說Richard是Costco的總經理 然後那時候還有 陳日信是麥當勞的總經理之類 有很多個像這樣運動員 推休的角色 他們的轉之後做得很好 那時候我就是關心 像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其實那時候 就是一直在想說 到底要 就是如果你做一個GM 你的想法是要讓球隊 可以獲利的話 那可能比如說 現在女孩經濟做得超級棒 然後就是我覺得 這是當初去發展的人 就是真的很厲害 那後來就是像直播也是一樣 然後到底有什麼方式 是可以讓職業運動可以支撐 走到下一個10年20年這樣子 而且現在那個新竹工程師 也跟城市的連結 越來越緊密了對不對 就有點像我們桃園 跟我們就是桃園棒球隊 就是也有非常緊密的結合 那你有什麼就是推薦 就是 跟在地連結啊 食衣住行育樂啊 對 然後有一條龍的這種旅遊行程呢 其實現在新竹的 就是現在露營的風氣很盛嘛 所以其實露營很多聖地 都在新竹附近的山區 所以就是真的推薦大家 不管是看球前的晚上 或是看球後的晚上 都我覺得露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很讚欸 對 然後新竹附近有很多客家的老街 像北埔啊 關係啊 那邊都是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新竹附近有那個 有動物園嘛 我們球隊這邊有一個計畫 是跟六福村動物園 去做一些獅子的任養 因為大家知道 我們從小大家去動物園看獅子 就直接獅子老了 或是他們要生小孩什麼之類的 他們是需要很多的資源 去幫助他們可以好好的去 繁衍下一代 那我們球隊的吉祥物是獅子嘛 所以我們就想說 完美連結 對 那我們就是可以去做一些任養 然後找一些企業大家一起來任養這樣 對 我都沒有選過 我小時候去的六福村的獅子 我長大了 他也老了 對 所以要好好關懷他 對 真的要謝謝工程師 也幫我們照顧 陪我們長大的獅子 這是另外一種企業的ESG欸 對 其實是 對 就是希望能夠把我們球隊的影響力 可以到 因為其實 滿多企業或球隊 他們關心的那個族群 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其實我覺得運動 如果你要把影響力擴大 就是可能要在各自去找出自己可以影響的地方 所以真的很不錯 你看 其實要進一個球隊 有方方面面 還有這個心理的這個承受力要夠強 然後學精力 以及 非常高的EQ 真的 我還是那四個字 調喝丁奶 很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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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一個很大的Lesson 還有很強強壯的心臟 沒錯 我想今天能夠坐在這邊的三位 心臟應該都還滿強 對對對 再次感謝樹仁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享 很多可能 Maybe 在其他的這些籃球的節目當中 沒有分享到的真心話 跟這個心理層面 精神層面 跟哲學層次的一些分享 好我們就再次乾一杯 謝謝樹仁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也謝謝所有觀眾朋友的收看 謝謝 掰掰